大家應該會很奇怪 為什麼本身說自己由蘋果粉而注定做Surface粉 手機也不再用iPhone 4的時候 為什麼我手上會拿著iPhone 11 Pro呢 其實也是我意料之外的事 我的第一部iPhone是iPhone 6s Plus 那時候是覺得蠻好用的 自從Galaxy S8 Plus追了之後 我就跳出蘋果圈 而用Android Phone 之後因為鏡頭和拍攝質素 就轉了華為P20 Pro 到Galaxy S6 Plus出了之後 就用Samsung 到了年尾的時候 就轉了用iPhone 11 Pro 主要原因是有幾個 一來我需要一部手機 而需要一部幾塊的手機 我本身用Android手機 自然都會想用iOS 我一定會用新手機 從來都不喜歡用舊機 新的這部呢 會讓我到場是忍不住買的 iPhone 11 Pro 剛剛出的時候 覺得 沒什麼特別 都不值這個價錢 萬多買一部手機 又不是特別好用 我就覺得完全沒有意欲去買 直接年尾的時候 開始多了人 去對iPhone 11 Pro 多點的評價和體驗的時候 這部手機和我本身所想的 是不同的 亦都是遠比我當初想的 出色 到最後我就決定買了這部手機 我買這部就是iPhone 11 Pro 256GB 顏色就是五夜六色 而打開裡面就 首先有一部手機 那 都是這幾樣東西 說明書那些東西 那裡面就有個 Type-C的快充頭 18W的快充頭 那我覺得這個 新的插頭的設計 我覺得蠻漂亮 比舊的那袋 而且 感覺比較輕巧 但外出比較方便 那還有一個 耳機 就是這樣 前面仍然是 Apple當各個牌子 都已經做到 真正全屏的時候 它依然是要這個 劉海平的設計 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我就不太喜歡 跟舊款相比 你都不會分到 它前面有什麼分別的地方 真正的分別 就是在背面 也是這次 iPhone 11 Pro的主打 iPhone 11 Pro這隻 磨砂玻璃的設計 摸上手是很舒服 這個設計 令你見到 跟過去的機款 比較突出 令人一眼看下去 就會知道 是iPhone 11 Pro 鏡頭 不知為何 當各個牌子 都排在同一邊 它要做一個 正方形的 三鏡頭設計 不過我個人覺得 還好 因為這個設計 令盲的人都知道 你用了iPhone 11 Pro 拿到外面 都會自豪一點 哈哈 不過 喜歡拿機的人 就要注意 因為這個鏡頭 都很厲害 就這樣放上桌 是不太平衡的 還有一些邊 會刮來刮去 會傷到 如果大家用套 我建議大家用透明外殼 會保留到它的設計 可以保護到 如果用有色的外殼 我就覺得 你買一部iPhone 11 Pro 做甚麼 完全突顯不到 這一套最出色的地方 旁邊身 看起來 就會比過往一代 後座 這些位置 大家買機的時候 要檢查一下 很多時候 都會有缺陷 至於顏色 iPhone 11 Pro 顏色會走低調路線 但低調的來 這隻防暴綠 呃 不是 五椰綠色 是真的很好很好 好漂亮的 我都因為它 有這隻色 又回到三千多人買這部機 花多了三千多人買這部機 花多了三千多人買這部機 比上一代 iPhone 11 Pro的處理器 是用著A13 速度的話 就快20% 不過平時用起來 其實沒甚麼分別 兩部機都可以非常足夠 日常使用 iPhone 11 Pro的處理器 會比較散電 亮度看起來 iPhone 11 Pro 就稍微光一點 聲音 基本上一樣 iPhone 11 Pro 兩部Face ID解鎖都很快 沒有指毛變色的功能 但這一陣子 一種蘋果中粉很苦惱的地方 就是戴著口罩 是用不到Face ID 然後每次都在等 等完又等 才可以入密碼 唉 拍夜景真的差很遠 iPhone 11 Pro HDR 做得比上一代好很多 拍出來的感覺真的差很遠 終於 iPhone夜攝能力 可以和Samsung和華為看齊 夜間模式是自動的 當環境亮度不夠 一時會自動開 一月的往 都是走百次都可以拍出 經驗動人的照片路線 仍然是沒有專業模式的可惡 拍片可以給你調教你想拍片的質素 對焦和拍攝速度 我覺得是最快的 手殘派就適合了 完全是沒有腦子拍攝的 只要拿一部機 是不是都按它十夜 總會有張一定是拍到的 那時候我看RFace ID 11 Pro RFace ID 11的性價比真的比較高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iPhone 而iPhone 11的價位是比較吸引的 而我願意 比人多三千多元的價錢 就買iPhone 11 Pro 當初只是一個原因的 就是因為這顏色 和背面的整個設計 我真的覺得很喜歡 而且我覺得真的很漂亮 在接下來兩個星期內 我就會告別我很喜歡的這部 Galaxy Note 10 Plus 我暫時用iPhone 11 Pro為主用機 真正去體驗一下 由Android轉到iPhone的體驗 第一件事呢 就是錫機了 其實我本身在用所有App 轉到這個平台 最大的難題 就是WhatsApp的Record 我覺得除了這件事之外 所有東西我都可以寫起 所以我首先要把所有東西 進入iPhone 好 今天先說到這裡 下一次就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iPhone 11 Pro的詳細評測 喜歡我的影片 請大家按讚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我願意安靜的活在每個有你的角落 如果我願意安靜的活在每個有你的角落